韩国外交部长电话沟通 高级官员赴美游说 面对日本拒绝取消出口限制的坚决表态 韩国一边在世界贸易组织 强烈谴责日本 一边向美国求助 就在日韩贸易争端日渐胶着之际 联合国军司令部却被爆出 因为战略概要翻译错误导致韩国担忧日本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事件 韩国外交部11日表示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金河时日 晚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对日本现工半导体关键材料表达忧虑 康金河表示 打乱全球供应系统 不仅将给美国企业 还可能对世界贸易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 以及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 带来不利影响 韩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 韩国方面希望日本撤回这些限制措施 并希望情况不会进一步恶化 声明提到 蓬佩奥对韩国的担忧表示理解 美韩双方同意继续合作 并加强美日韩三方之间的沟通 英国路透社11日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新任助理国务卿史迪威 将在7月21日之前访问亚洲 史迪威此行将访问日本和韩国 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努力 但声明没有明确提到史迪威此行是否会讨论 日韩贸易争端 为表明日本出口管制的不正当性 呼吁美方为解决韩日经贸纠纷 发挥仲裁作用 韩国高官接连开启对美国的访问 韩联社11日报道称 韩国国家安保室 第二次长金选宗10日起开始访问美国 期间将会见白宫副国家 安全顾问查尔斯·库珀曼 等美国联邦行政部门 及参众两院人士 曾担任韩国通商 交涉本部长的金选宗 精通经贸问题 在华盛顿具有深厚的人脉 为在日本限制出口的问题上寻求突破 清瓦台方面正加速开启外交战 为积极解决两国经贸问题 韩国外交部双边经济外交局局长金西向 10日也飞抵华盛顿 并将于11日会见 美国国务院国际金融发展司司长罗兰马赛勒斯 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纳破 就日本出口管制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的部分 进行详细说明 并探索两国合作方案 就在韩国高官展开外交斡旋时 驻韩美军司令部11日发布 驻韩美军2019战略盖要 盖要首次写入发生危机情况时 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在提供援助和兵力方面 与日本开展合作的内容 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 韩国JTBC电视台11日评论称 驻韩美军司令部每年都发布战略盖要 将朝鲜半岛发生危机 与日本相关联上述首次 这是否意味着 美国有意让日本参与联合国军行动 是否意味着 为日本自卫队进入半岛提供依据 韩国京湘新闻质疑称 美国是否为了让日本分担在亚太地区的安保责任 而纵容日本 11日晚些时候 联合国军司令部解释称 是外包公司在翻译战略 盖要英文版时出现错误导致误会 英文版中写的是 通过日本进行援助和兵力支持 而非由日本直接提供 韩国国防部也强调 日本并非朝鲜战争参战国 因此不能作为出兵国活动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